台湾的车用零组件厂商 正迎来有史以来最旺的第四季 怎么说有史以来史上最旺的第四季 因为四大的利多现在正在排队 而且ING现在进行事 我们今天来检视一下 哪一些厂商有机会迎来的是 订单接单潮重点是 趁着拉回谁可以找买点 玉堂我们请你上台来 四大利多接棒上阵 哪四大利多 好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汽车零组件我觉得这个 史上最旺第四季 其实呼应到前面第三季 很多表现还是史上最旺的淡季表现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看有些营收 在上一季都不错 那第四季就是因为第一个 有哪四大利多传统的旺季 因为我们在上次有谈到 比如说像是在北美地区 每年的第四季到明年Q1 因为气候不好就是会下雪 那这个会造成所谓的碰撞的一个交通事故 比较频繁 所以自然会有更换这些零件的一个需求 所以这个以他们的营收来讲 过往就是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 其实都会表现不错 这是第一个 这个传统性的利多 第二个就是台币的贬值 这个也算是业外的加持 但是因为本来就是外销为主的这些公司 他们收的美元多 那台币贬值的话 那自然在反映在财报上 它会有汇兑收益的一个利多 所以第一个最明确的Q3原则上没有意外 全部都是汇兑的一个收益 那第四季当然还不一定 我们不去预测新台币的走势 不过以目前来看 美元指数还是很强 假设第四季新台币还是有点些微走贬的话 那他们第三第四季 整体的汇兑收益 它是还会再拉高的 那再来就是美国车厂的一个罢工 因为美国车厂罢工的情况之下 第一个有时候你新车可能又要等更久 就影响新车出厂的状态 对那大家不想等新车的 很多人就会去购买二手车 所以消费者转向二手车市场的话 第一个对于AM就是非原厂的售后维修 或者是OES就是原厂的售后维修 都一样 就是看他们的一个零件的一个态换 其实对于零组件的需求 它是拉伸的 因为你买二手车 有些车商也好 消费者也好 会更换一些零件 这很自然的 买新车不会有这个态换的需求 那二手车就会有 那第四个就是有个保险的纳入 这上次有谈到这个State Farm 它从去年开始 这个全面扩及到全美各州的情况之下 那AM件这个是 这个是AM件最直接受惠 你不一定要用原厂的 对 以前是只有原厂 那现在就是从去年开始 AM件已经可以作为 保险理赔的一个更换使用 所以这四大利多加起来 原则上可以蛮明确确定的 在第四季来讲 车用零组件从基本面的角度去看 第四季应该是有好的光景可以去做期待 是 有一些中美贸易的转单上 也带过了一些台湾的厂商 也是有可能 因为毕竟美中之间冲突很多嘛 那当然相关的转单台场就直接受惠了 好 现在比较难的 是车用零组件今天拉回来 我们要趁拉回来找买点 谁现在买点已经浮现了 好 我们先看最具指标性的 应该是这个东洋 等一下我们看K线就知道 因为他的先公布出来字节的前三季 就是税前 税前的一个数字相当好 28亿年正28%是创下力年高 而且很重要一点 投信的筹码是锁得非常的稳 这三个月加码了两万多张 我们看东洋 因为东洋是最早涨的车用零组件 因为他也最先公布他的财报 就是我刚刚谈到的 所以我们可以笃定 第三季会好 那第三季是淡季 第三季都这么好的话 那第四季可能会更好 这是投信嘛 你看这是投信的一个买盘 从八月份以来到现阶段 对 因此上我不敢讲说 第四季他还会买多少 但是这个趋势看起来 这个没有所谓第三季的结账 那很有可能他会报到 不一定要加码 他在报到第四季 也许他会在推升 最后我们不揣车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投信报得很稳 那他其实股价 其实是就是金金涨的格局 就走一段平台整理 再走一段平台整理 再走一段 对我来讲 这种股性是比较难操作 为什么这么讲 就是他走的不是很干净 而且常常留上影线 那我觉得这个机会就在 他很少涨停 结果在这一天 这一天是为什么 他公布那个前三季的收益 就是我刚刚谈到 他那天公布字节的数字 相当好 然后就开小高之后 一路拉一路拉 我记得尾盘 他好像最后一盘吧 就拉到涨停 那刚好这两天休息 那我认为 当然他位阶或许比较 你看起来比较高一点 但是如果你要布局投资 我觉得是OK 但是他的股性 我会讲很难操作 就是你不用去追涨 有些个股 你可能第一根红棒 你不敢追 后面就是开高开高 然后两三根上去 那我觉得他是可以等拉回的 所以以这个五日十 因为这个平台 他越过之后 那我们技术面上会 会比较合理的推论 他后面又会再走另外一个区间 所以那差不多啦 我觉得五日十日线 因为后面会跟上来 假设后面股价有回来的话 你在那个时候再去买就好 所以拉回遇到了五日均线 或七日均线 那时候去买 对对对 差不多拉回来 我觉得这个地方去买 是OK的 这是东洋 当然我觉得东洋 比较高的情况下 另外一个碰撞件的就是耿鼎 因为耿鼎在这个北美 通过这个CAPA的板金键认证 1300多截是 业界的前半张 而且北美市占率是10%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的一个K线的形态 他相对来讲 涨幅没有像东洋那么飘悍 但是他的第三季的业绩也不错 那我们可以看 他我觉得他目前是属于在一个 箱形的整理 对 那这个地方关键在哪 就是在这个27.75 差不多这两根上线的高点 我们就是这个前波高27.75 因为东洋已经过了 那其实东洋往往是 会把整个汽车领主件 有这个带起来 那他先上去之后 因为刚好最近盘势也不好 那我觉得人气是慢慢回来 那反而差不多啦 5日10日均线 差不多就是这一波的一个 颈线支撑的位置 那我觉得 如果你觉得东洋比较高 你可能不太敢去追的话 那以耿鼎来说 差不多也是回到 5日10日均线附近左右 你可以着量去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那真正的发动点 就是攻击的一个更明确的讯号 就是这个箱形的上原 27.75 假设日后他能突破的话 然后是带量 因为他最近亮一点说 假设是能够带量做突破的话 那可能后面又还有一波航性 现在空手的人要掌握这种节奏 第一个 耿鼎的股性是什么样子 现在空手介入的时候 赚了就要跑吗 还是期待他过高之后 还有空间 我觉得他短线比较难操作 我会做拨短 这个我觉得就是不是做一个题材短线 因为我刚刚谈到是业级 因为第四季 我们刚才是有四大利多 那我觉得这利多是陆续会发酵 而且接下来他们还要公布Q3财报 你看东洋公布Q3财报 就一根掌停给他 那假设啦 其他耿鼎什么提维系 等一下谈到 如果公布财报都不错的话 那可能市场就会 就是买气开始增稳 所以我觉得你 不要抱持着说 今天买隔天有高 就是短线要出 我觉得你就 以第四季来讲 把它作为一个 你的选股上面的一个产业主軸 所以他可以做个波段 我觉得他是做波段的 耿鼎 那另外是车用面板的鸿辉 因为鸿辉在车用的 这个所谓触控玻璃面板的一个出货 在这几年 他的营收占比拉高了 你看他的9月营收 是写下47个月的新高 其实表现相当好 而且他比较特别的是 他有两个负爸爸的加持 因为我们都讲 这个鸿辉是华兴集团 因为华兴科持有25% 但是另外一个集团 是光宝科持有16% 所以我们谈讲集团作帐 他比较特别 就是两个集团 吃股比重都很高 那比较有这种所谓 大家市场期待的 那种集团作帐的一个效果 我们看一下鸿辉的一个K线 其实形态来讲 我觉得算是 我个人是觉得 这算是拉回去找买点 第二次的一个机会 怎么说 因为你看这一波 其实工人那时候 就先走业绩 那刚好9月份行情不好 华兴集团最近 其实慢慢有加温 只是前一波行情不好都拉回 那拉回来这个地方差不多 因为这条是季线 这条是季线 你看他回到季线的时候 没有跌破 那这一根K棒呢 我觉得可以视为就是 休息整理完 有攻击的味道 因为你看这根K棒 拉出来之后 后面这两天 大概就是测到中值 就没有跌破了 那原则上 你后面可以去观察 假设五日十日线 再往上走高 股价在站上所有均线的话 那很有可能就是 第二波的发动点 就在这个地方展开 这是他的股性也 让人家买的不是很安心 一天长一天跌一天长 所以我刚刚说 春雨林组件很难做就在这 因为他不像一些 中小电子股 有时候人气一来的时候 走得很干脆 他比较很常流上线 所以我刚刚谈到就是在春雨林组件的操作 我觉得以波段的角度去做 你就不会觉得还要一买又套 或者是短线这样上上下下 因为你用波段的角度去看的话 其实他虽然你看他这一波的走势 其实也波段涨幅也不少 虽然常常留上线 但是你抱波段的去操作的话 其实你做的会比较轻松 所以我倒觉得你不一定说 这个地方我一定要读短线 明天一定上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以这样的信号来看的话 因为业绩九月营收又创了四十几个月高的话 我觉得这可以视为就休息整理完 这个地方你可以实际做切 所以车用不用进进出出 我觉得不用不用不用 对因为进进出出难度我觉得蛮高 很可能被双疤 有可能 你今天进然后看他尾盘下来当双出掉 那过两天你会发现 公布营收获利不错 他又上来了 你又想进去一追 一追短线又套 那我觉得这样做太辛苦 尤其最近行情又是 太过量比较缩 我觉得可能对于这种走势 比较不干脆的个股 他又更难有那种大行情出现 所以我倒觉得他们走一个 波段的进进涨的格局的机会比较高 OK好 就是洪辉来上一个地保 AN车灯就是地保跟提威西 这分别是全球第一大跟第二大 地保是全球 就是AN车灯是最大的制造商 北美市占率有40% 欧洲70% 那提威西是北美的AN车灯市占 他是第一的有超过50% 其实就是台湾最最强的两家 算是AN车灯厂商 我们看一下地保 其实地保真的也是我们刚才讲 真的走势不干脆 但是如果你以波段的角度去操作它的话 就是买着抱着 这个波段你可以赚到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在盘中 你去做它的那个价差 占到它的便宜的话不容易 除非你真的是非常厉害 因为常常周四 你看几乎就是上一线 拼命流 所以我觉得它的操作就是跟东洋很类似 因为都算是两档比较指标性的公司 那我觉得这个位置减可能你先等一下 如果你要买的话 一样拉回 对对拉回拉回 你不用说对急着去追 我觉得如果有机会震一震 因为五日十日线它也会勾上来 那假设有碰到你在这边地方再去买 那我们看提威西 那提威西的话 这个地方看起来比较令人担心 那我先讲为什么它这个时候会跌 因为它公布九月营收 没有再创历史高 它八月营收创历史高 你想有些公司就这样子 九月营收公布出来 没有再创历史高 好像市场有点失望性的卖 但是其实整体来讲 它第三季的营收已经表现非常好 那就是我们常讲有时候好的 好的学生没有再缴出一百分的成绩 每次都考一百分 这次考九十九分 对然后就说他不好 而且他股价在这一波又先拉一波起来之后 那可能就会短线很失望线卖 但是你以日线结构来看 这两根K棒 其实它算是一个蛮重要的攻击的形态 还没有完全跌破 我们切周线我觉得比较清楚 我们切个周K 那这一根K棒就可以视为关键K 那这样子的一个 过去这几周的一个量缩拉回 我大概抓红棒中指 差不多也是这一波紧线的位置 大概四十块 其实我觉得它四十块是一个重要支撑 也差不多在这一波回撤的低点的话 我觉得可以试机做切入 四十块 对我觉得差不多 因为这个没有跌破 所以我觉得拉回来 还是去找买点是没有问题的 好就提威西 最后车登 它是ODM的车登场 那它北美地区的营收非常高 70% 所以第一个它的汇兑收益应该会不错 因为收很多美元 那再来它比较算是有自由的一个技术 叫做Uniflex Linear的一个专利技术 因为它这个专利技术 可以做比较窄边宽的车登 你看最近这些 应该算是新出厂的电动车 或者新品牌的车 不管是头灯或者是尾灯 都是比较细的 甚至有造型的 那它的技术就是可以做到这样子 可弯曲然后均匀发光 那可以让这些车厂制造成本降低 所以像是Tesla Rivian Porsche Fisca 这些新的一些电动车厂商 它都有拿到订单 所以我们看一下连加的K线 原则上我觉得还算是有打出底型 但是攻击的形态的话 还没出现 还没有 我觉得这个地方看起来有这样的味道 但刚好这几天又回来 所以我觉得拉回去找买点是没有问题 因为位置点不高 而且刚刚聊到的整个车用零组件 第四季不管是AM的 甚至原厂的供应链 我觉得阶段都不错 我认为当然就要看量 不过这个地方我觉得 底部就在这了 应该不会再跌破 因为它业绩也不错 所以拉回来这样再买方是没有问题 了解 好 谢谢玉堂 请先回座了车用零组件 厂商都说 第四季有机会迎来史上最强的Q4 哪一些趁着拉回可以找买点 个股在做什么营运展望 操作策略提供给您的参考了 休息一下 稍后告诉您 今天虽然台股拉回 但是有一些些选举行情的政策概念股 国防拉探权今天表现都不错 哪一些同样也可能是 美国选举行情的政策概念股 今天来谈一谈的是轻能 因为拜登上个礼拜五正式的宣示 要砸70亿美元盖 7座的轻能源中心了 这拜登连续的武器 有哪一些的题材 哪一些个股可以猜 休息一下 稍后告诉您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